Hello 华英的朋友 大家好 和我揮手打招呼吧 大家好 現在已經差不多到九月底了 秋天起了 大家要保持身體健康 記住在疫情期間我們要做哪三件事 第一要勤洗手 我們出去的時候要戴口罩 還有要保持一個適當的社交距離 最低限度也有兩米的距離 如果我們做足這些防疫措施 絕對可以減低疫情的擴散 因為在接下來這兩個星期 教育局開始有些小朋友陸陸續續地上學 於是有些人都會擔心究竟疫情將會如何發生 但是不論疫情如何發生 我們要記住 我們的神都繼續與我們同在 一直來看顧我們 不如我們一起唱這首歌 《誰曾應許》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石川頂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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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曾应许一生不片下我 每段赞路谁陪我去走过 谁还领我与清草天静住躺我 风中人为比海沙更多 谁曾应许天天看顾着我 早夜眷有连头发也数过 谁还以内他走心里居怕险落 那句路途卷动着船窝 因你是我主我被打索 我盾牌或使歌 你是我的高台 我随时破汗座 内霸要信心赞颂我高高 你永在我心窝 为你的永生江河 随你意外不已求别过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应许天天看顾着我 早夜眷有连头发也数过 谁还以外他走心里居怕险落 那句路途卷动着船窝 那句路途卷动着船窝 你永生江河 随你意外不已求别过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也是我主我被打索 我盾牌或使歌 你也是我的高台 我随时破汗座 内霸用上身赞颂我高高 你永在我心窝 为你的永生江河 随你意外不已求别过 Zither Harp 我究竟算什么 Zither Harp 神你竟且伴顾你 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歌吧 这首歌里面 记不记得说给我们听 是主会看顾我们 好 今天我将时间交给吴欣海牧师 他和我们分享诗篇十六篇 各位华英的华英知媒朋友们 你们好 究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是一个人物 还是一些其他的事情 或者你会想到 我的父母 我的儿女 家庭 包括金钱 房屋 工作 我们的事业 甚至没有人会觉得是信仰 因为认识是耶稣 因为认识耶稣 非常重要 今天我尝试一下从大卫去的生命经历当中 我去看看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看看大卫的经历 我们看诗篇十六篇 我们一起读这篇诗篇好吗 是大卫的金诗 第一节开始到十一节 神啊 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稣 话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轮到世上的声闻 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最喜悦的 以别臣代替耶稣 他们的仇苦必加珍 他们所敲殿的劝 我不献上 我的嘴唇也不提别臣的名号 耶稣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 我守得的 你为我持守 用省良给我的地界 作乐在佳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我必清重那指教我的耶稣 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置遥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为你 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柔位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禄 让我们同心祈祷 慈悲人爱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你 因为今天你藉着诗篇十六篇 对我们说话 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引动 让我们明白你的心灵 荣耀你的圣灵 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诗篇十六篇的标题写明是大卫的金诗 诗篇总共有五篇的大卫的金诗 包括我们刚刚读完的十六篇 然后有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 总共五篇都是大卫在危难时期所写成 其实我们没有资料知道 大卫是面临哪一个处境下所写成 但在大卫的生平当中 他经历过被扫罗的追逐 他又经历过他的儿子阿沙罗的叛变的追逐 或许可能在这两个情况下大卫所写成 其实金诗这两个字 希伯来文是没有说到是什么来的 是我们用音译将这个译出来叫做金诗 当然金亦都对照希伯来文金子的意思 有人觉得是珍贵都不定 但无论如何 这五篇的金诗都是信心之歌 是大卫在危难的时候 向上帝表达他的信价 所以在十六篇来说 是很少提到描述到 他是面对什么的危难 所以我们不确定 我们分四部分去看大卫的经历 第一部分是一到四节 大卫说投靠 投靠的意思就不是我们走投无路 我们就去投靠某个人的意思 这里投靠的意思是说避难的意思 只要说大卫 面对患难的难度 他就去投靠神 依靠神的意思 这个投靠避难的意思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很多小朋友玩的游戏 如果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 我们叫做麻鹰捉鸡仔 一个人扮演麻鹰 其他很多人就扮演小鸡 在麻鹰的保护之下 就对抗其他的东西 所以麻鹰就扮演一个保护的角色 我们就是那些鸡仔 这个投靠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在游戏当中 我们就是那些小鸡仔 而另外这里讲到保佑 这里保佑的意思 又不是我们日常中间所单单说的保守的意思 这里保佑的意思是看守的意思 看守 你看守那个人 看守 还要看环境 在哪个环境底下 大卫没有很讲清楚哪个环境 这个保佑 其实是指到全方位 在360度 有个视像头去监控住的 永远不会没有保护的 这样的意思 又或者我们可能 做父母我们都做过的 我们又带小朋友去公园玩呢 通常小朋友在公园玩 我们就在旁边的长凳啊 或者是 父亲的地方呢 我们在那儿等小朋友玩 或者在树荫底下 然后很多父母呢 站在树荫底下呢 就见着小朋友玩 那他自己都玩的 不过他就玩手机咯 是不是 又或者以前的世界呢 你有手机的时候呢 可能很多父母就不是玩手机啦 就在那儿聊天啦 聊到很投入 其实有时候呢 是没有看到那些小朋友 在玩什么的 甚至没有小朋友走过来 叫你 他来到你才见到 那这些就是呢 不是由保佑 这些不是叫做看守 这些是等他过来而已 看守是 你什么都不做 专心地在那儿 看着那些小朋友玩 看看他有什么需要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都有提到这个 这样的神 耶和说上帝是我们的保护 他也不打顿 也不遂格 所以我们在这儿见到 大卫说 因为上帝你不会 撇下我的灵魂在阴间 也不会见我有扭滑 在这儿十节里 所以他见到大卫很有信靠 投靠上帝的心 让神保守他 帮助他 大卫说 然后到第二节 大卫说 我的心 曾经对耶和说 就是自己和自己说 他说什么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他认定上帝是他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的好处是什么 原来投靠上帝 不是因为上帝会赐给我们 金钱、名誉、地位 是因为当我们来投靠上帝的时候 我们一切都不惧怕 因为所有的好处 所有的情况 都在上帝里 是上帝亲自的与我们同在 所以后面第四节 诗人又说 他说嘴唇不提别臣的名号 不找别臣来代替上帝 他叫你这样做的话 你一定会仇苦加真 这个很值得我们去见到 信靠上帝的人 我们提都不提别臣的名号 其他的偶像我们不理由 但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处境 你是不是以上帝为首位 你是不是将最重要的位置给上帝 你是不是看重上帝多于看重其他一切 这个是投靠上帝的心 而不是很多时候有很多人有的想法 满天神佛 找多一个没有吃虧的 信上帝 信上耶稣基督 没有吃虧的 不是大卫说 我只投靠这个 其他的我绝不呼吸 接着到第五、第六节 大卫在这里说 认定上帝 第五、第六节说什么 那一言我说 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佛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用省良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鸡尾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第五、第六节是用产业做个分界线 前面产业后面有产业 首尾呼应 这里的产业不是指外在之物那么简单 很多时候产业就是外在 但是这里的产业的意思是礼物的意思 上帝从天将一些东西赐给我们 不是我们个人的欲望 不是我们的喜好上帝赐给我们 是上帝给我们一些礼物 我们买礼物给人的时候 我们收取礼物那个时候 就算别人送礼物不适合你用 但他也是有心卖给你 这里的产业礼物 其实就是说到上帝为我们去抽签 其实我们出生到现在 我们很多东西都没得选择 当然在我们活着人间的时候 那些东西我们可以选择 其实我们不是选择 我们是改一些东西 我们自出母胎 性别我们没得选择 你是男就是男 女就是女 父母你没得选择 出生的地点你没得选择 从来没有问过你才出生的 上帝为我们选择了 甚至没有一个地界 就说到以色列人 他们进入迦南之后 上帝分地给他们 每一个人都分到 每一个支派都分到地 每一个地方都有优点和缺点 以我们在多伦多为例 我们在大部分的地方 或者我们住在北美洲的地方 都是干燥的地方 我们从华南来的 华南都比较是潮湿的地方 是不是 不是你选择的 上帝给你 我们在北美干旱的地方 或者干的地方 到冬天来到了 我们开暖气了 好干啊 那你怎样呢 就要买个放湿基罗 如果是很潮湿的地方 那又怎样呢 好辛苦啊 如果我还记得 夏天的时候 梅南天的时候 那种的湿气很重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什么呢 臭湿基罗 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姊妹 要我说 就是我们的产业 上帝就是我们的份 他就帮助我们 其实我们要认定上帝赐给我们 我们要满足于我们目前所拥有的 如果我们今天不满足我们所拥有的 我们就不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 上帝给我们的实在是美好 我们的认识 就是我们的杯准备 是我们自己要喝下我们的咀 口里面的那个杯 但这里说什么呢 大卫说 是我杯中的 原来神就是这样的 无微不至的为我们安排在一起 你只要他像大伯一样认定上帝 然后第七、第九节 这里就讲到安然居住的问题 我相信居住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第七、第九节讲什么 我必清众那指教我的耶和华 我的心墙在夜间也警戒我 我将耶和华尚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自遥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这里讲到很多我的 第七节讲我的心墙 第九节讲三个我的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 大家要注意 在第九节的地方 有讲了这三个 是吧 但其实第七节讲是很特别的 这一节圣经 中文圣经就不是很清楚 他说我必清众那指教我的耶和华 神指教我们 神引导我们好 是吧 但他怎样提到呢 他说什么 我的心墙在夜间也警戒我 怎样 原来心墙这个字 中文圣经翻译为心墙 原来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 神藏 我的神 在夜间也警戒我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真是夜晚你的神警戒来的话 那你会怎样呢 你要打911了 你要赶快去急症室了 你就会麻烦的 身体又不舒服 其实我们对我们的器官 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平常没事的时候 我们的牙 不会对我们说话 但当我们的牙要指教我们的时候 他就会对我们说话 所以 大卫这里提到 他说 要指教我 管教我 用什么方法 用我的器官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真的出现这个情况 我们就很论盡了 当然这是一个比喻 就是说 可能出现这个状况 所以求神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人都去警觉 有些时候 可能我们身体的机能真的提醒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状况是怎样的 虽然我们不知为什么他会用神 如果我想中国人就可能会用心多一些 或者一些都市人就会用胃多一些 都市很多人有胃病的 所以这里提到 第八节所说到 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面前 这个意思是什么 原来呢 大卫提到 他说耶和华 摆在我面前 在这里了 本来就在这里了 为什么还要摆在你面前呢 是让我 看着上帝而走 有些东西我们在我们前面 我们不太觉察的 我们前面 有个停车牌 stop 我们不太觉察 他摆在这里 所以大卫说 让这些常摆在我面前 求神出现在我们面前 管教我们 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接着他说 因他在我们右边 诶? 这么奇怪 前面又在右边 原来右边 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 是象征尊荣的地位 因此 圣经很自然地描述神的大力 这里是说到神的大力 因为在我们的右边 那会怎样呢? 但是说 第八节圆结那里 那边不自摇动 平常我们一般性呢 我们应该不会怎么摇摇摇摇摇摇摇动的 是不是? 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 或者我们心不安的时候 我们会摇动的 或者我们 不确实的信靠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会摇动的 这是大卫告诉我们 在上帝就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可以安然居住 所以第九节大卫说 因此我心欢喜 我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这里大卫提到 心 提到灵 提到肉身 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 上帝就是我们的子人 第十节十一节 第十节 大卫说到他面对死亡的威胁 但是大卫不是单单面对死亡 他是求上帝指点他如何行走 他相信生命的道 他的心得着释放 因为他强调的是上帝的引导最好 你看第十一节他所说的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起励 如果大卫单单寻求因为死亡的威胁 他希望逃离死亡 不希望面对死亡的话 其实大卫看重的不是生如死 因为每一个人都总有一日要死 大卫看重的是 神是不是与他同在 在大卫逃亡的时候 大卫非常强调的形成 只要有上帝的同在 有上帝的指引 纵然面对这些的艰难 纵然面对这些的凶险 他都不惧怕 因为耶穆华是他的目借 在他面前有满足的起励 因此他要经历神的恩典 因为在神的右手当中有福禄 是永远的福禄 各位华英的朋友 弟兄姊妹 诗篇16篇带给我们一个很有盼望 上帝呀 你就是最好的 我们跟随你 有你的保佑 有你的带领 实在就是你 让我们今天面对这个处境 其实你和我都不知道要面对多久 我们都不知道前面怎么样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无论我们终于任何事情都好 上帝永远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要将他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当中 让我们同心祈祷 并领受从神来的慈福 慈悲人爱的天父 我们恭敬地 来到你面前来献上感恩 因为你就着诗篇第16篇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们去跟从你 你是最好的 你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 让我们投靠你 你保佑我们 让我们面对所有的危难 我们都不动摇 因为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主要求你带领我们 赐福当作我们的众人 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的命祈祷 阿门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保守和人灵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